那後面的值的話就是 shitz count 總共有13個 13個減掉 減掉 減掉 i的話是 減掉 總共我們0到13 12是13個 所以這邊總共有13個正列 然後呢我用總數13 減掉的話 12 那應該多少 1嘛對不對 所以呢它應該放在哪個位置呢 before1的位置 也就是把最後那個移到哪裡呢 移到最前面去 然後再來一樣 再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 12變11 11的話也是移到哪一個呢 13 減11的 等於2 所以移到第二個 依此類推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做完畢之後 就判斷由大到小 else就是由小到大 當選 選 選完之後的話就可以排列 那排列我秀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那個啟動表單 然後由現在由小到大 按確定 有沒有重新排了 然後由大到小 重新排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很快的去做排列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規則你也可以自己定 工作表要怎麼排列 由你自己決定 所以你有很多選項 你可以看怎麼去安排 怎麼去顯示 將來都可以很大的彈性 OK 那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基本上剛剛的這個程式畫面也放上去 那這個後面的名稱 如果你覺得不OK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把這個裡面的那個名稱 自己再把它改成加以秉丁戶吉 可能會多一個出來 或者是你乾脆刪掉一個也沒關係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